Hello大家好 米吉尔里V6在12月21号正式发布 带来了诸多的创新 根据官方的一个消息 V6的模型不仅支持更长的一个提示词 还增强了知识和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 V6的提示词结构有了重大的一个调整 废弃了以往常用的无效的词汇 那么与V5相比 V6的话更侧重于精确的提示词 而以往的非常广泛的一些通用词汇 那么V6更侧重于精准的一个提示词 而并非一个广泛的一个通用词汇 那么新的提示词结构 包括风格化词汇 动作 位置 照明 以及其他信息 朋友们可以登录 米吉尔里切换这个V6的一个版本 可以来体验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小鱼儿教大家如何来用一个V6的版本 在这里呢 大家用两种方式可以用V6版本 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免费用的 那么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V6版本的 现在它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里面了 它也是在我们一个设置里面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点击一个斜杠 在这里呢 我们点一个settings 这个就是设置的意思 我们点击一下 点一个回车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 所有的设置都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个模型 点击这里有一个箭头 我们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现在是页面显示的是V5的一个模型 那么下面有V5.2的 在这里就是一个V6的模型 来我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就切换到了一个V6的一个模型 包括我们以往的V5.1 V5 V5.0 V4 所有的版本这里面都有 那么这个方式就是设定式 我们的一个设定式 我们的一个设置来找的一个V6版本 把我们的绘图页面切换成一个V6的版本 那在这里切换好了之后 你下面用到的所有的一个提示词 它汇出来的 那么都是一个V6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的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小鱼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在这里来截取一个描述词 同样点击一个斜杠 点Image 把这个描述词输入到我们一个Plant后面 在这里加上我们的一个参数 杠杠AR 16比9 再空格 一定要有一个空格 杠杠V 再一个空格 6.0 那么大家看到了吧 在这个后面输入一个 在我们的一个长宽笔的参数后面 同样加一个杠杠V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版本 你要5.0 你要5.2 那么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你想用哪个版本 你就在这后面输入一个版本 一个回车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晚上用的人比较多 那么这会儿小鱼就不试了 大家就知道是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切换我们的一个版本 直接在我们的描述词后面 输入我们的一个版本 就OK 那么你汇出来的图 它也是一个6.0的版本 OK了 这里小鱼发送成功了 那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用的是不是6.0的一个版本 在这里小鱼来告诉大家 在哪里去看 这是小鱼刚才绘的图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是一个5.0的版本 那么在这里就能看到 V6.0 这就是我用的一个6.0的版本绘图 在我们的一个描述词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6.0的版本 这个呢是一个 5.0版本的 这个V6版本的 真的太炸裂了 然后会图的伙伴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今天晚上小鱼已经试过了 效果非常的厉害 简直比我们真人拍摄效果还要好 那这里呢小鱼就教大家了 怎么样才能用到我们的一个V6版本 通过两种方式 而我们的V5与V6与V5不同的是 它的图像更为逼真 那在这里呢小鱼就展示一组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V5.1的版本 这是汇出来的一只白狐 虽然说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跟V6的版本比起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V6版本的 来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个感觉就更不一样了 它的图像更为逼真 就像是我们的高清手机拍出来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 这样一只狐狸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它踩的这个石头啊 这些细节真的处理得非常非常的逼真 包括它的一个毛啊 它的一个表情 在这里这些一些血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逼真啊 还比我们的现在一个苹果手机的一个像素啊 那么小鱼再换一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用一个V5版本 这个是用一个V5版本生成出来的一个食物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效果也算是非常不错了 这看起来也是很有食欲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样的描述词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之后会怎么样啊 但是小鱼看了之后真的想流口水 非常有一种想吃的一种欲望 因为它真的真的太真实了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粒米饭啊 这上面的每一颗葱都像是现实版的一样 好像这一盘美食它正放在我的面前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那么这就是V6版本生成出来的啊 这个效果真的是 简直就是无可挑剔啊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用5.1的一个版本生成出来的一个啊 食物啊 一个蛋糕 草莓蛋糕 说实话 它还是有一些瑕疵啊 包括这里啊 还有一些字出现在这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V6版本生成出来的 看的真的是小鱼直流口水啊 恨不得马上去咬一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超逼真的一个图片 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一个美食啊 相对于V5V6 在理解提示词方面更为准确 例如他对一个面部表情的一个词汇的一个把握啊 他生成出来的一个人物与专业摄影作品更为接近 在整体的一个提示词和场景的还原上 V6也展现出了比V5更强的一个能力 那么经过多次测试啊 V6在人像摄影中对光影的一个运用和长提示词 理解都更为出色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人物的一个面部表情啊 我们看一下脸上的每个细节啊 这边小鱼也生成了一张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这个美女啊 虽然说美女脸上长了一点雀斑啊 但是不要紧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她的一个表情啊 她的一个情绪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她的每一根头发 大家看一下 每一根头发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这样一个光线 这些细节真的是呈现的非常的好 看这些光影 看这个嘴唇啊 简直就是真人版的 哪里像是一个用AI机器人汇出来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 这是一个老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线啊 光照 再看她的每一根白胡子 包括她的眉毛 她脸上的皱纹都显现的淋漓尽致 皮肤的一个纹路 清晰的呈现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一个品质啊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要想用咪尖尼来做一个 脸部的一个 想要给脸部来一个特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这里呢 V6版本 它还强化了一个Wave功能 确保图像 风格的一个连贯性 例如我们可以更改这个提示词的中间的一个 汽车类型 但是我们的画风和图像的结构呢 仍然保持在一致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项 在这里是一辆黑色的轿车 同样的一个描述词 小鱼儿把里面的一个黑色的轿车给它改成了一个红色的轿车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场景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但是里面呢 我把里面的一个黑色轿车改成了一个红色的吉普车 那么在这里呢 V6的模型还展现了一个强大的文本呈现的一个功能的 文本呈现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从生成的这个图像组可以看出来 V6的那个模型呢 它能够在恰当的位置呈现完美的一个文本 效果逼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上面的文字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逼真的 尽管还没有达到一个百分百完美的一个境界 但是呢 我们能用它汇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这里小游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是带有一个字的一个图片 大家知道以前用米金的生成字体是不可以的 它是没有这个办法 哪怕你给了它提示词 这个文本它是出不来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看啊 这后面有一些字体 有英文 这里还有点类似于中文 它都出来了 这旁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英文 那这上面也是一样啊 另外一张图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美女呢 举着一个牌子 看一下啊 这上面出现了一个字体 那这种的话 在以往的模型里面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现在V6做到了 这张图片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一个牌子上面的 这是韩语还是日语啊 小游有点不认识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英文牌子 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米金里V6版本 它真的是在升级了 那么在一个动漫图像一个深层领域呢 V6版本也是有一个出色的表现 那么在这里呢 小游再补充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V6版本的 它对光线反射的效果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电影级别的一个逼真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它的一个光照啊 它的一个倒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水里面那个倒影啊 真的是制作的非常的完美啊 已经把这个美景呢 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这只是一个夕阳的一个呈现 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日落下的一个海边啊 一个美景 逼真度啊 我们的单反都不一定能造出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现在的AI真的是太牛了 现在这个V6版本啊 它在细节处理方面的话 处理的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一个出色 这个美景大家可以看 这个也是V6版本生成出来的 很随意的一个提示词 这个光线的一个反射啊 这个细节都处理的非常的好 在这里呢 刚才没给大家看动物啊 在V6版本的一个老虎 它的一个逼真度 看了真的太惊艳了 这个是一个V6版本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表情 我们真的是把这张图片放到哪个网站上面去 没有人知道它是AI画出来的 就像是我们的一款相机拍出来的效果 甚至比我们拍出来的效果更佳 看一下这个老虎的一个逼真度 这里还有一个鹦鹉 大家看一下 这个细节啊 在每一个地方 简直就是无可挑剔 那么这样一个V6版本啊 不管你给它再长的一个提示词 它都能完美的给你呈现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月每一个提示词都非常的长 看一下每一个提示词都非常的长 它都能帮我们描述的贵的一个淋漓尽致 看一下 下面还有超长的一个提示词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它在生成人物或者动物的时候 它简直就是一个超高清的一个4K以上的一个分辨率 画质超清 这里呢小鱼儿没有做出来太多的图片 V6它其实远不止这些 它除了生成人物动物以及美景之外呢 它还可以生成一个超逼真的一个室内装修效果 室内装修效果图 以及一个水彩油画等多种风格的一个作品 那么在描绘名人明星方面呢 也是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合成的一个痕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用V6 V6版本汇出来的一个效果 超逼真超高清 这里小鱼儿又喂了一个长提示词 看一下这个火焰 真的非常的真实 因为时间关系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这些提示词 自己去用一个V6来生成一些图片 看一看效果 目前呢V6呢已经对我们所有的用户开放适用 所以小伙伴们赶紧抓紧时间去适用 那么用户可以自行将V6生成的图像通过 我们的一个OneWay 包括我们的一个PiKA 制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短视频 那么根据个美景里的官方透露呢 在这个测试结束后呢 V6这个正式版本呢还将新增更多的功能 总体而言V6版本推出的标志性的AI绘图工具 已经达到了一个超高清 画质的一个水平啊 堪比专业单反相机的一个拍摄效果 那么欢迎大家来试用这样一个 米金里绘图 那这边呢小鱼也会把这个米金里绘图的一个 米金里的一个合图链接放在评论区 本期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喜欢小鱼呢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欢迎大家一个点赞啊 订阅并转发小鱼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 包括还想了解更多的一个米金里的知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个视频 小鱼的一个AI绘图已经做到了第五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给小鱼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